2016年5月以来 民进党当局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 歪曲否定久而共识 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加紧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 制造两岸对立对抗 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 导致两岸关系持续陷入紧张动荡 他们的所作所为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损害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 日益将台湾推入灾难的深渊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 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 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台独同台海和平水火不相容 与两岸同胞的利益福祉向背道而驰 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 共同推动两岸关系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